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地方守卫部的两类 野战部队包括我们熟知的陆军集团军以及新疆军区和西藏军区所属的部分独立势力 地方部队包括各省军区和直辖市警备区、卫戍区所属部队 而省军区下面又下属若干军分区和警备区 那么,军分区司令员是什么级别?下辖多少部队呢? 军分区司令首先来说,军分区是根据行政区划进行设置的 每个地区一般设置一个军分区,行政级别是正式 军分区司令员的军行一般位大小,少数高配烧将,军分区是所在地区的兵力机关 主要负责民兵,预备衣电社以及国防动员工作 有些还担任边防、海防守卫任务 理论上来说,一个实际单位最少下山三个团 但在实际上大部分的军分区部队非常有限 毕竟我国有三百多个地区 如果每个地区都有三个团,光地方守备部队就要超过二百万人 要知道陆军现役兵力不过二百万人,既没有那么大需求 也无力承担巨额军费 民兵点减解放军在2013年曝光陆军野战部队有八十五万人 当时陆军总人数不过一百五十多万 除去上集机关,只属院向和野战部队 三百多个军分区所属部队不过四十万人 平均每个军分区现役部队不过一千多人 海防、边防前线的军分区边防 海防任务较重 可能会下辖若干边防、海防团旅、船军大队等 兵力可能达到五六千人 但内地的军分区除了军分区机关 基本上没有多少现役部队 可能还没有野战部队的一个营人多 海防部队组织训练军分区虽然是正式级单位 但毕竟属于军队而现 部队的训练强度也要比野战部队低得多 主要任务是民兵预备一件事和做好国防动员和宣传 因此建议部队数量和野战军都是没法相比